最近这一年啊 对于所有所有的年轻人啊 特别是大学生啊 都深刻的感受到 无底新家高提成啊 这个套路越来越深 而且很多很多公司还打出这样的口号 无底新家高提成相当于福知尼创业 如果无底新家高提成流行了 那么我们一定要警惕另外一个风险 叫做被传销的风险 被诈骗的风险 所以呢 今天我告诉所有所有的企业 不要把这个无底新家高提成 沦为诈骗和传销年轻人的一个工具 一个手段 如果是这样 你们一定会被研发的 很多年轻人进入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很大 其实年轻人看一家公司大和小 不要看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越大的可能越是诈骗的 对吧 互联网型的公司在这个国贸 很多很多是小的 就一个小的办公间 三五个人 他绝不影响他这家公司的伟大 你看啊 这个这个深圳 广州很多很多 一层的哈 那有什么价值呢 有的办公室还免费租金 或者说什么 还骗租金的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年轻人选择一家企业的时候 如果遇到无底薪高提成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做好五点的思考 没有这五点的思考 我们就不接受无底薪高提成这件事情 当然也不要盲目的拒绝 因为很多很多优秀的公司都是提倡 无底薪加高提成的 你像海尔都已经什么呢 纵创了啊 把很多很多项目都打通了 就扶植你创业 相当于什么 相当用这种员工机制 慢慢慢慢上张到合伙人机制 联合发起人机制 啊 这个呢也存在 但是要符合这五点 第一点 无底薪的背后不是没保障 无底薪的背后是非常强大的保障 就像嘛 我们员工不管理你 但我背后一定是什么 非常严格的管理你是一个道理 没有底薪的背后一定是作为什么 作为强大的保障 说一家公司既没有底薪又没有保障 那我们选择他干嘛呀 比如我们到一家保健品公司 人家跟你说了 不用管你啊 你上边下边不用管 无底薪卖卖多少的话呢 给你提高高提成 你给我啥了 你怎么保证我能够做好这个高提成 怎么保证我做好这个这个高收入啊 你啥都不给我啊 只给我一个办公桌 那我来干嘛来了 我来卖来了 卖啥呀 你都得给我指导吧 都给我资源吧 是吧 你都得送我一程吧 都给我马吧 我屁股下没马 还有没有鞭子 你就让我跑啊 咋跑啊 这不就骗人吗 什么叫做这个无底薪的保障呢 首先平台的保障能不能给你赋能 平台资源 人脉资源全都给你加之在你的身上 才能够说无底薪你来干吧 小伙子 对吧 你这些都没有保障 就说啊 你无底薪你就干吧 咱们不能干 这是第一 第二 这家企业有没有价值链 他的业务链是怎么样的 他卖什么 什么都不卖 或者说卖的什么 像风像雾又像雨 就不像人 那这家企业咱不学 什么意思呢 你进入这家企业 就给他们讲 企业文化 机制理念 公司上市 之如何 国际背景 所有的领导权高大上的 跟这个总统合影呢 这家企业咱马上远离 不是个骗子 就是直销 才就是什么传销 再不就卖保健品的 对吧 你进入一家企业 你得说人话 那个HR要说人话 我们这家企业 是怎么成长的 它是卖什么的 商业模式是什么 针对于人群是什么 我们这个人群 传播的核心点是什么 你进入这个公司当中 角色是什么 你上一环节 是由谁来对接 你下一环节 由谁来支撑 你中间做哪些 你的横向合作伙伴是谁 你都得跟你讲完 你别HR上来之后 就呱呱呱呱 给你讲这些 洗脑这些事情 这家公司 肯定是一个流氓公司 第三个是什么 是进入一家公司 不教一些商业的一些东西 每天要打鸡血 行事 打鸡血的视频都看了吧 你看一个女孩 面对一个讲师 我行 我能行 你是不是人 我不是人 你这是啥呀 这是 任何盲目的打鸡血 不教你方法 思维和工具 这家公司 马上远离 你别说给工资 你不给工资 你给工资 我都不在这家企业 是吧 还有什么 是到这家公司之后 强调无底薪 高提成 扶植你创业 但是什么 但是不给你一个创业的路径 不给你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你这个也不行 你没有规划 你没有准备好 同时你看看这家公司当中 有没有除你之外 其他人成功那一个 你不是有底薪吗 加提成吗 你有没有这个已经创业成功的 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已经赚钱的 他在这家公司干了多久了 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在这家公司没有老员工 说干一年以上的都是元老级的 这家公司要警惕的 如果一家公司它存在了五年 他的老员工三年以上的就那几个 那你就要警惕了 这家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他能能留住人才 他的机制 对吧 那都是新人 一回头 你哪天来的 我昨天 你呢 我今天 我也是今天 完了 你知道吧 连带你那个主任说 你哪天来的 我上个月来的 你这家公司你是扯什么呢 是不是 还有就看什么呢 靠这家公司整体在业绩当中的一个名声 有没有负评 你要查一查 你要问一问 查其实很简单 三步 第一步查这个法人 第二步法人中间的合伙人 查完法人合伙人 查公司的产品 查公司的产品 再反查 查公司的业务 查公司的品牌 查公司所有的关键词 只要有一个敏感点 再查这个敏感点的关键词 查来查去 你就知道这家公司他跑不了 他是个啥 他是个啥东西 这五点能够做到 如果能做到 那好 你可以再尝试一下吧 浪费自己的一段时间 尝试一下 看能有所得 没准是家好公司 如果这五点 有其中的任何一点是质疑的 我建议你放心 还是拿这些什么呢 月薪 底薪是多少的吧 别扯这个事情了 我是红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五底薪高提成这个坑 这五点你们如何思考的 能不能记得下 记得下就不会被骗 记不下可能就会被传销被骗 谢谢 谢谢